兄弟姐妹大家好 我叫王国华 我来自中国北京 这次来我要亲自见证一下 上帝在我生命里神奇的作为 在我心中上帝一直是存在的 因为上帝和主耶稣 他对世人的祈求都会给予保佑和救赎 在我有大事发生的时候 我都会向上帝祈祷祈祷他 保佑我平安 保佑我健康 保佑家庭的和睦 今天我要来见证一下 发生在2011年11月份的事情 当时我因心脏衰竭 瀕临死亡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上帝 我就对上帝说上帝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因为我的家人还需要我 同时在这个时候 我也吃了两粒救心的药 但是我还是死了过去 但是我真的就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见到了上帝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我的面前出现了三座大山 三座山梁 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 被这些奇妙的景致包围着 我中间那个山梁上还出现了一座金色的大道 然后我看到这些景象 我就觉得这是天堂吗 怎么这么美 就是在我生命当中 在我各种经历当中没有见过的这些景色 然后我就这时候也轻飘飘的飘到了山顶 然后在我眼前发生了奇迹 我突然看到了上帝就站在一个金光闪烁的大门口 向我招手 他使我度过了一切危难 他如慈父一般爱着我们 给予我平安和健康 所以我非常爱他 爱上帝 爱耶稣 我虽然没有入教会 但是我相信上帝是神一样存在的 当我有困在危难时期向他求救的时候 他帮助了我度过了一切危难和危险 给予我健康平安和喜乐 当我向他祈求时 他在危难中给了我生命 给了我后面的一切的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感谢上帝 感谢耶稣 感谢主 2020年9月 我在女儿的感召下 参加了他们的幸福小组 更深一层地理解了上帝的真谛和真理 我和女儿在2020年11月份 同时参加了洗礼 成为了上帝真正的儿女 现在我更加坚定了 我跟随主的决心 然后我还会把上帝赐予我的能力 还有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我周边的人 虽然你们可能没有像我一样 亲临其境地去感到上帝的 那个关爱和关照和那个保佑 但是我希望只要你们相信上帝 相信耶稣的存在 上帝和耶稣就会给你们福祉 就会给你们更多的希望和美好和平安喜乐 啊 i kn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